欢迎收听崇义开始说 崇义开始说 大家好我是一贞 大家好我是李崇义Charles 老师 你是一个会算命的人吗 算命啊 我从小到大 我记忆很少 除非是那个 好像国中时期很多人 喜欢玩那个什么笔线之类的 我好像也没玩过 我好像没有算过命 为什么 我心里面老是有一种声音 可能是被我爸爸的影响 我觉得 就觉得说 以前那个我们中元节的时候 整条的这个巷子里面 所有的人家都在拜拜 然后我曾经问我爸爸说 为什么我们家都没有在拜拜 初一十五也没在拜 然后那个也很少去 也没有什么这个宗教的信仰 我爸爸都说 信谁啊 信我就信了 他都会这样说 所以我猜是不是被他有点影响 好像也没必要去信什么东西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东西不排斥 很多人都说去算命干嘛的 好像也求一个心安 我是不排斥 但是我不会自己主动要去算 你会吗 我以前非常喜欢算命 曾经彷徨的时候 我彷徨很久 所以我以前很喜欢热衷于命理 就是被命理这样子 对 那你应该好好讨教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对 我们今天的来宾非常特别 就是他虽然他作一本书跟命理有关 但是又不完全都在讲命理 很多是在讲人生 怎么过日子的 所以我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他 欢迎大叔 千里淳风 大叔你的笔名是千里淳风吗 对 刚刚你有跟我们解释 你的千里淳风的笔名怎么来的 是 就是我古时候的两位先贤 在这方面很厉害的一等一的高手 那我因为很崇拜这两位 就把他们的名字各取两个字 拼起来就当成我的这个算笔名兼道号吧 是 千里淳风的这本书 大叔的这本书 叫把日子过好 把自己活好 是 你以为的偶然都是人生的必然 二 这是第二集啊 对 这是第二本 先前也是天下早自帮我出版 天下早自出版社 对 那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出一本 像这样的书呢 是因为什么因缘机会 其实最早是因为我 我其实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到 其实我自己的命盘的前半生 也是很难过 很难过 对蛮不顺的 然后我当时其实更早追溯到更早之前 我可能是在国中时代 就偶然在图书馆看见一本书叫做梅花艺术 那他是脱名 据说是脱名了 因为现在也无法考证 那本书是 北宋无子 这个理学家 这个 陈怡陈昊 周敦怡 张宰 邵雍 那其中有一位邵雍 他就是 邵康姐 脱名是他写的 那我就图书馆就翻到这本书 就很有兴趣 就打开来看 我现在 他记载了很多当时 就是 邵康姐所留下的那些 不挂的预测 都是很神奇的案例 那我就先不展开讲了 那当时我就很受吸引 我想哇塞 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 那不是简直跟超能力一样吗 你都可以知道 过去发生过什么 未来发生过什么 所以那时候就很受到吸引 然后就 也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 我就 开始大量的去图书馆 从那个年纪开始 我就已经大量的到图书馆 去翻古书 现在还跑到中央图书馆 现在叫国立图书馆 去翻各种的古书出来 相关的我通通都读 所以我们家现在几乎大概书柜 我的床 底下都塞了满满的一大堆 以前买过的也好 影印的也好 就全部都是那些古书 那读读读一直读到了 大概就是 因为我后来是进了电子业 那辗转在这个电子屋 给我已经带过四个 跑 那因为 真的是受到我自己命盘的影响 就是很多事情就变得很不顺 那也不是说解决不了 但是你就得花更大的力气 去渡过那些难关 然后慢慢就 也随着自己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命盘 所以我后来就转行 走到这一行来了 那所以其实当初 那为我职业几年之后 因为也有累积了很多的案例 那也有很多的粉丝 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如果只是替人算命 其实帮不了太多的人 因为我毕竟能够直接接触到的人不多 那如果能够把这些故事写成一本书 其实也帮很多人 避免在人生路上 叠那么多的胶 因为其实很多人生智慧 你真的不用自己去踩那个坑 叠那个胶 那样学会的话 那个代价未免也太惨痛 太惨烈的 直接拿自己的肉身去跟命运 做试炼 那其实是有时候是很可怕的 因为毕竟有一些人生的重大选择 真的你一旦做了 其实不是说不能解决 也或者说不能回头 但是要改变的代价就很大 所以刚师是秉着这个初衷 那也很臭巧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粉丝数也没那么多 我一开始是从微博 那个大陆的微博开始经营的 那后来因为你知道那边就是 所以因为一些因素啦 反正就我就开始把重心 转到台湾 转到脸书来 那粉丝慢慢比较多之后 那有点也是天下那边 他们可能刚好有人看到 就是觉得我写的文章还行 就联络了一下 那我就来写吧 就等于把我在脸书贴的那些文章 做一个集结这样 就有了那第一本书 从电子业现在跨距这么大 然后做一个作家也好 或者是说做这个命理老师 你自诩为是一个百度人 对不对 我看你在序里面有写到 你刚刚也有提到说 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可能是比较难过的时期 你从在船上的那个人 变成是百度人 你这个转变是什么 应该是说 这个我觉得心境上 其实就是说 我先简单讲一下 我为什么会在电子业 觉得很痛苦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时都很长 电子业一般其实 他们用人的逻辑是这样 他给你两倍的薪水 但是让你做三个人的工作 所以我的 像我以前 我每天进办公室 打开我的email呢 你们大概平均都是 一早进去 就会看到150几封堂在里面 对 然后呢 通常每天就是满满的会议 一个会接一个会 一直开 然后呢 又要带团队开发产品 我当时是 是做这个产品经历 是 然后又经常 因为我又要兼业务 PM还得兼业务 所以通常又得跟客人 就是经常要半夜 两点开始conference call 等到结束的时候 凌晨四点了 对 所以那种日子 你大概就懂 那已经不只是雪汉 雪汉工厂 远远比较那个雪汉的程度 那做了大概十几二十年之后 因为换过几个公司 然后就会开始思考 这可能也是 也许外人讲的 就是中年危机吧 大概什么时候 几岁的时候 大概应该是将近四十吧 四十前后 然后就感觉到 这应该不是我最后 希望我的人生 对 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那考量一下 就是说 我是不是有第二专长 我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是我一直很感兴趣 然后我能够拿出来 当成谋生之道 那也同时能够帮助到别人 那我就想来想去 也就是命理 所以我来就是离开之后 大概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吧 对 算是失业在家 完全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的状态 每天就醒了 就是读古书 对 一直读到睡觉 大概就是过了这样的日子 你那段时间开心吗 谈不上开心 应该说得到一种解脱吧 毕竟你从那种 高压的环境 朝八晚十三的这种生活 一般人朝九晚五 我的生活是 朝八晚十三平均 有时候还晚十六都有 所以应该得到一种解脱 而且当时我身体也是已经有点状况 所以太过疲累 不管身心都已经是受到巨大的挤压到极限了吧 觉得也够了 事实上当时可能经济也还行啦 因为毕竟我们是薪水相对高一点 所以工作那么多年之后 也是基本上不怕说没钱过日子的一段事 所以我三年没有工作 然后那三年也是不断的在验证自己的案例 然后累积经验 然后找到很多自己的诀窍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转到这边来 对 你在从电子业 因为我过去也在咨询业 你刚才说的场景 其实我依稀相识 你做PM 一定会跟着业务也好 或者说自己直接面对客户也好 大概跟国外的这个厂商 跟国外的客户 大概都会有很多的接触 可是一般人不会说 我现在这个高压的环境 我受不了了 我就去转换一个跑道 因为这个跨距太大 可能就会说我换一个公司啦 或者是说我换一个岗位啊 其实当时也有一个思考 因为毕竟我一直 我大概下班之后 如果还有什么精神时间体力的话 我还是拿去看古书 看那些古书 真喜欢 对真是真心的喜欢 那也可以算是我当时少数很专注的嗜好 那我其实在电子业的环境也有一点感悟吧 就因为已经慢慢到中间 你就会发现其实 人跟人之间开始就会有竞争 那因为竞争就会有开始竞争上岗 就会有一些事情 那我也会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一定非得是这一种竞争的关系嘛 能不能是彼此互利 就你好我也好 的那一种生活形态 那我觉得其实命理也能够给我带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就是说 我同时不但是自己能够谋生 我也能够帮助到别人 那这不是很美好的一种状态吗 这个比较是我想要的生活形态 可是你那时候不彷徨吗 比如说你会看自己的命盘吗 会会会 我当然彷徨 因为我知道我的怀孕到哪一年才要结束 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面是一直很挣扎的 那因为毕竟还有一段 就是有个几年的苦日子要过嘛 那当时的功力其实也还没有强到 说知道自己怎么化解 那现在当然知道了 有办法化解 所以我后半生走什么运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自己知道怎么化解它 看起来这个 因为刚刚听到大叔在谈到咨询业科技业 确实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是比较紧张压迫的 然后如果能够转换掉心境的话 当然是让自己放松一点 可是刚刚大叔有提到说 你说以前的日子比较难过 我猜你指的不是工作的这段日子 还是你说的就是工作的这段日子 就是工作的这段日子 跟过去的家庭比较没有关系是吗 家庭倒还好 不过老实说 你说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这个半夜一点才到家 你大概也没什么家庭生活了吧 OK 就连带有影响的 对 只是说我太太比较支持我 对就是说她转换这个跑道的过程 她其实一路都还算蛮挺的了 也把家里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 所以我比较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就跳 你三年在家 太太有在上班吗当时 当时也很凑巧 就是她原先待的公司就找她 那她刚好那个人 她的前同事非常需要她 那就去了一下 但她也没有待多久 等到我开始职业有收入了 她就又回归家庭了 对 所以那时候你说你自己有算 你知道你自己的大运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就毅然决然的决定 去尝试一下给自己一段时间 对对对 然后就 那可是那时候你有去找别人 帮你看你的命盘之类的吗 有找过 但是那是更早之前 已经将近更早十年 在我开始职业之前的十年了 那位老师也 他讲的比较稍微 因为可能也是受限于时间的关系 他讲的没有太多 就是把你 把我一生的大概的这个状况叙述一下 那我觉得有点隔靴搔痒吧 毕竟我真正想要 知道的答案 他没有办法给我 他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疑问吧 应该这样说 所以其实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大概就是这样 转到这个行业来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可是是什么是叫解决疑问 因为有时候 像我以前刚刚有提到 我很常接触老师们这样 有的也会让我觉得 你有讲等于没讲 OK OK 我懂你的意思 对那有的 又觉得他很贴口直断 会觉得让我很不爽 就是你凭什么觉得 我一定会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到底要怎样 所以我的意思说 大叔你怎么去觉得 你自己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命理师 其实说出来 就那三个字吧 百度人 我觉得我自己吃过这么多亏 叠过这么多胶 那我觉得 如果我能够把它分享出来 让大家不要跟我一样 去犯过那么多的错 你真的有些事情 你看看别人 就知道那不能走了 那条路不能走 这个事不能做 这个怎么样 什么坑你该跳 不能跳 这个我觉得都 能够对别人产生帮助 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 一件事情 就是说 毕竟嘛 这个人都有侧影之心 就是如果你都已经知道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是有这么一套 规则在运作 那你也有方法 可以帮人家解决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帮别人 那同时对我自己 也没有什么坏处 对那也是我的一个 就是说 找到自己的答案吧 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是我的 我后来就是转到 这一行之前 彻底思考过的一个问题 大叔你刚刚提到一个 也是你在书里面提到的一个 很多人会认为的吊诡 就是说这个宇宙 有一定的规则在运行 有一定的定数 应该这么说 人与人跟事与事 都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对 那我还要怎么改运 就等于说 这个世界定数都已经定了 我还有办法改吗 我还能够跳脱吗 甚至你谈到一个 更大一点的哲学的议题 人有自由意志吗 OK Good 那我先回答前面的问题 就是到底 如果人都有所谓的命运的话 而且甚至有些古人 还说的很极端 他们有一句话叫 一饮一啄 莫非前定 就是说不要说是人了 就是一只小鸟 它什么时候去吃一粒米 啄一粒米 喝一滴水 都是注定 那这是非常极端版本的 这个所谓的命定论 那但是我自己后来的体悟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说 我用那个 因为你是资讯业出身的 从业 所以我可能讲这个比方 你比较容易懂 其实我们拿Windows来讲 Windows你可以把它视为 就是或甚至现在像 NVIDIA 他们搞的这个 所谓的元宇宙 那么 当然里面必须要有一些城市 在auto run 它才能够让这个世界 维持运作嘛 这个 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些mode 就是它是有一些隐藏的 比如说你可能有 你如果取得最高权限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元宇宙里面 自由畅行无主 你想干嘛就干嘛 所以 这个可以类比成 就是佛家跟道家讲的 就是说 你一旦开悟了 你就不再受到这一些 规则的限制跟束缚了 你在书里面打那个比方 就是骇客任务嘛 就是一个matrix里面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那个oracle嘛 就是技师 我可以明白这个运行的道理 对 没有错 那 但是 我刚刚问的是 既然这套规则 都已经在自动运行了 那我明白了又怎么样了 我明白了 我有办法改变它吗 或者说 我明白了 我有办法去 要到我要的东西吗 我有办法让我 不要早久晚13 OK 这个也是个大灾问 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解答 这个先取决于你 当你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 你想做什么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有一点禅味的 就是以前禅宗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应该是寒山大师吧 就他开悟了 那有人就去问他说 大师请问你开悟之前是什么样子 开悟之后又是在做什么 他说我开悟之前 每天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然后人家 那你现在开悟了之后呢 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那有什么差别 差别很大 其实关键就一个字 就是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放弃抵抗 你知道自己 不过就是整个宇宙的一个螺丝罢了 所以没什么可抵抗的 因为佛家其实还讲一个道理 更清楚就是 人的我这个概念 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你如果仔细去拆解 你就会发现 我是谁 谁又是我 所以 就一旦真的你彻底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说你会选择就 臣服了 好像很流行 这个臣服这个字眼吧 就我就不要再抵抗 反正这个命运带我到哪里 我就玩到哪里 游戏人间的一种心态 那另外一种呢 刚好颠倒 继续抵抗 就是去跟自己搏斗 比如说我本来有些 我还有些 什么东西是在我这个世间 我想要 我需要 我想要去改变 我想要去争取的 那你就 来跟命运搏斗吧 说穿的就是跟你自己搏斗 因为命运的根源 其实是在于自己的人设嘛 因为你有了那一组人物设定 就好像小说里面讲 故事情节人设 你有了那组人设之后 那组人设就会导致你有一组 固定的思维逻辑 那套思维逻辑 就会形成你的言语行为 那你的言语行又会形成习惯 习惯形成一个模式 模式最后变成你的命运了 所以最简单而容易看的例子 就是有些人 比如说女孩子好了 她 这也是我以前 没有彻底搞清楚 因为我在开始正式职业之前 就有一些朋友会来找我 他说奇怪 为什么我老是遇到渣男 那我就看了八字 因为你的人设就是会吸引到 你会被渣男吸引 他有这样的人设 因为你就是非常的崇尚浪漫 你只要一旦被那种很有男性魅力 非常masculine的那种男人 吸引的时候 你就情不自禁 废而扑火就扑上去了 所以你每次吸引到的人 或者是吸引到你的 都是这种男人 所以你就不断的在那里轮回 人生一生里面 同样的好几个反复的小轮回 你就是一直在跑 那就是你的人设造成的 那怎么样去解决 或者说不要让自己再遇到渣男 那就你不要被渣男吸引 也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事实之后 让他看到了 于是他开始有办法做新的选择 像是这样 他能不能选择 就不是我真的可以百分之百控制的 因为这牵涉到你自己的self control 你的那个自制的力量有多大 你知道在看那个大叔这本书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停下来去思考 那我到底是我在一个新的开悟的状态里头 还是其实我的开悟也不是开悟 也是一个另外一层次的执着里头 就像你在书里面提到那个 大家很耳熟能详的那个故事 苏东坡跟佛印的故事 他开悟了他觉得 他就写下了这个诗 鸡首天中天 那个豪光照大千 对 然后最后说断坐子几年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开悟了 把风吹不动 对把风吹不动 断坐子几年 把这个诗送给佛印看 可是佛印当然就是 回给他就说你在放屁 就是说放屁这两个字 那苏东坡就很不爽 就过了江要去跟佛印理论 会不会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自以为我已经是开悟了 我已经很看穿这个运行逻辑 实际上我还是在第二层的迷雾当中 我打一个比方 就是春上春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他说你之所以是个正常人 是因为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正常之处 所以套到苏东坡身上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认为自己很正常 我已经巴风吹不动了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没有开悟 这带有一点哲理的 要去思考一下 稍微有一点小绕脑 可能要想一下 但事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悟 你觉察的到自己 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 那说明你其实是 你的意识是sustain 就是说悬浮在你本来的意识之上 你在monitor 你在监控你原来的那个不正常的你 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叫做开悟 如果你就像苏东坡一样 你就觉得 我已经是这个佛光照大千了 那你肯定是还没有开悟的 我不要聊这个 我要聊 我要聊跟那个命理有关的 那大叔你刚刚讲到 你要让像百度人那个理念 陪伴这些 这要来找你的我们怎么称呼他 我都是把他们成为粉丝吧 容易一点 因为他们都是 透过我的粉丝专业找到我嘛 好 那这些粉丝们 你想要百度人的心态陪伴他们 可是听起来 刚刚我们那些有点类似 开悟那个状态 并不是很容易让他们去 去理解到 其实不会 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几年 刚好很机缘巧合 就是接触到一些 做这种身心灵 这个圈子的这些人 他们的确是蛮多的 这些法门也好 决策也好 可以帮人 暂时进入那个开悟状态 那我还遇过蛮多这样的人 但是关键就是 你能不能一直留在那个状态 不离开 这才是关键 所以要进入那个开悟状态 其实现在 因为资讯很发达 网路资讯非常多嘛 甚至有很多的老师 都已经是在做这样的行业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法门 诀窍 其实古代也是嘛 古代禅宗不是很有名的一些公案 就是当头棒喝嘛 就有人去请教一个禅宗的开悟的老和尚 说佛是什么 他就二话不说 拿个大棒子从他头上敲下去 那为什么这么一棒敲他 其实我的解读是这样 因为这个禅宗公案 没有标准答案 但我的解读是这样 他那一棒子打下去 你是不是立刻停止思考 你的那个停止思考的moment 就让他进入开悟状态 因为我们人之所以这么多的烦恼 纠结痛苦折磨 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不就是因为你的脑子在那里 自我纠结 自我折磨 自我烦恼 然后痛苦不已嘛 那如果你只要脑子先停下来 这一切不就都消失了吗 这个其实可以呼应到 我书里面有讲到 就是说到底怎么去打造 所谓的好运体质 我可能直接先跳到这里 比较容易回到你的问题 就是说 所谓的打造好运体质 我觉得其实可以先 就三步去 第一个就先建立正确的认知 第二步就是说清除 第三步就是说保护 那我讲一个故事 可能容易理解 就是说佛家其实千金万卷 大概都是讲的同一件事 就是万法为心造 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心里面的造作 形成了这一些 这整个世界观 这个展开讲 我觉得我都可以写一本书 那我讲一个故事比较快一点 就是说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应该最早我查了是 应该是罗斯福讲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讲过的一个故事 他说有三个工人 在那个烈日底下挑砖头盖房子 那有人就去问这三个工人 这三个工人 第一个就说 这工作薪水又低又辛苦 然后又赚不到什么钱 就一直抱怨 那第二个工人的反应就好一点 他就说虽然这工作辛苦 但是至少有一个 还行的薪水 我能养家活口 那去问第三个工人的时候 这工人就说 我现在做的是一件 非常神圣的工作 我在盖的是天赋的教堂 所以你看明明这三个人的外境是一模一样 都是在烈日底下挑砖头盖房子 但是你看三个人的思想 就造成了他们的心境 根本就是从地狱到天堂的茶 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有写在书里的案例 就是说韩国曾经有一位法师 他应该是 我忘记确切了 应该是在五代十国那时候吧 他就到中国来求法 那就在赶路的路上 因为天色也暗了 他又很渴 就没有水喝 就刚好旁边路过一个水塘 他在这个月光下 看到他的水塘 好清澈的 赶紧就去捧了一个水 喝了几大口 觉得身心顿时很舒畅 然后他随便找了一个破庙 就过了一夜 那第二天醒了嘛 他就从破庙里出来 要继续赶路 要上路了 结果就回头看了一下 那个水塘 哇塞 那个水塘里面 全是那个动物的尸体啊 骷髅啊 然后这个白骨生生 他看到觉得恶心的钥匙 恨不得把昨天喝的水都吐出来 但是后来这件事 就促成他悟道的一个机缘 就是说 那水不同一池水嘛 你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下 看到的时候 就完全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再举一个更现实 更好懂的 我打个刹 你这个跟我之前第一原书在写 有一个故事 我听到的是明朝的类似的故事 然后那个法师 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 他一样是喝那个水 他第二天起来 发现那个是洗脚水 所以他说的是 原本我昨天晚上喝的那个水 这个饮之甚干 喝的时候很甘甜嘛 但是今天看了 世之甚会 实际上呢 净会有心 这就是说你万法为心脏 净会有心 悲观外物 其实跟外物根本没有关系 是我的内在决定它是干净的 是无悔的还是甘甜的 你刚才要提到的就是这个 我再举一个更现实的例子 我觉得很容易懂 就是说很多 比如说有些女生他找我 算他的这个男友也好 先生也好 那么他们在还没有开始 认识到这个人的另一面之前 会觉得哇 这个人好棒 很有魅力 我就喜欢到此生非君不嫁 把他就是当成是 自己的这个soulmate 对不对 灵魂伴侣 这一生就非他不要了 但是婚后或是交往一段时间 才发现他是渣男 他在外面吃喝嫖赌 然后各种的这个 没有之前交往的时候 没有看到里面 全部都展露出来了 然后那我就还是那个问题 就类比到这个 我刚讲这个万法为心脏 交往前交往后是同一个人 但是你交往前 你就只看到他美好的一面 因为是你自己戴上的 那个有色眼镜 你只透过那个粉红色眼镜 就看到美好的他 对不对 然后等到那个粉红色的镜片掉了 你才看到他的另外一面吧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子吗 很多事情都通常只是因为 你看到了你想看的东西而已 那很多 说的那个一点的话 就是说 其实渣男应该都会有一些 行为模式是 你根本在交往的时候就看到了 你也听到了 但是你不想 不想了解 所以你的脑子会自动把它过滤掉 那其实所谓的万法 微信照 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看不出来还有没有渣男的行为 例子是这样吗 那可能是行为 显示出可能是我们没看到 这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说观点的挪动 就好像刚刚大叔说 他在工作可能朝九晚十三 对吗 你说不定换个心念 可能会觉得 哇我现在就是上天要在锻炼我的时候 我好紧揪 Maybe我的心念一转 我看待世界的这个样子就不一样 其实这也是量子力学 你怎么观察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会转动成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它的那个叠加态就崩塌了 是的 它有一个superposition 叠加态 对 它会在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片子叫Dark Matter 就是人生副本 它讲的就是这个量子力学 在透过实验 它创造出了叠加态 实际上每一个当下的决定 都有可能创造出各式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我现在心里面怎么想的 我头脑里面怎么想的 那个念头一闪 它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就是刚刚大叔也在节目上 或书里面强调的就是万法为新造 我怎么看它 我怎么想它 它就会变成我看的那个样子 但是这个你要问的是 是跟命理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对啊 比如说他们来找你 因为他们遇到了不是很和谐的感情 那跟他说这些万法为新论 这又怎么去帮助到他呢 其实我通常不会一开始就跳到这些哲学的答案 还是会等到他的命盘 对 还是会先把两方的命盘都分析一下 OK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设 你又是什么样的人设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会互相吸引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恩怨情仇 然后说完之后看对方的反应 那如果他是想要一个大灾问的答案 那我就给他一个大灾问的答案 那如果他只是想要解决 比如说他假设看了之后 他们两位之间的问题是有办法透过一些手段来化解的 那我就帮忙来化解 可以化解 我先声明就是说并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我在这本书新西部有提到 有些人的命运是真的强固性顽固性太重了 它是没有办法化解的 其实这有点可以这么理解 你知道那个谁 艾米卡迪那个姿势决定你是谁 当我一种姿势久了 譬如说我都是弓着腰 我都是弯曲的背 我然后头也不抬 它有可能会造成是久了以后 我自己没自信 那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方法 我把这个躯干展开 我的胸膛露出来 那久了以后 我会认为我是一个有自信的人 其实我认为像大叔在谈到一个命理的一个结果 告诉你这个化解的方法 它其实就是尝试一种新的不同的路径 让你去尝试一种新的不同的可能性 我能这么理解吗 可以的确就是这样子 因为即使我们刚刚不是谈到 就是说人设决定你的言行 言行又成为习惯模式 最后变成命运 那所以化解命运的这个设定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要改变言行 那言行的根本不就在你的思维吗 对你老是这么想 比如说有些人他天生就是特别的乐观 天生就特别的悲观 那你当然就先从 这个思维逻辑就先开始改变 那是一切的根本 有的人他会不会 其实像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剧 好像就叫拔杯吧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有一个女生被一个男生求婚了 然后他就去庙里面想要拔杯 然后这个 因为他不知道该不该嫁他嘛 所以他拔杯了以后 当杯丢出去的那一刻 他突然有一个警觉醒悟 他根本不想要知道这个杯是醒杯还是秋杯 因为他说在那一刻 我多希望它是一个醒杯 其实我的心都已经定了 我根本不需要这个结果来告诉我 所以很多人的迷惘会在这里 对不对 我其实抓不定 但是真正到临到那个关头 可能我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一个答案 其实就说感情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展开来讲 也是可以写成三四本书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推算的对象 是你已经准备要谈婚论嫁了 那么我真的就会比较直接了当的告诉你 对方所有的优缺点 那其实通常啦 除非你是真的是已经恋爱恼到了一个程度 完全看不见对方的这些问题 那不然多多少少你其实就说我推算的东西 你应该都有感觉到对方 从他的各种言行里面 你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感受的 那只是透过我的帮忙 我让你我更清楚的用文字写下来告诉你 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人 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人 那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我就没有办法替你做了 原因是这样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本人 这个女生本人她是非常渴望婚姻 她可能也许等待了五年十年八年 她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对象是愿意跟她结婚 那现在终于等到了 那即便对方有这么多的缺点 那当然也有一箩筐的优点 那你要不要包容那个缺点 这就你自己得做决定 因为我能做的工作就是 我不是替你决定你的命运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找老师就是要一个答案 我说不对 答案其实在你自己心里 因为这人生是你自己的 我哪来的权利 跟我什么资格来替你决定你的命运 这是你的游戏 你的人生 你要自己去把它走完 那命理师该做的 尽责的责任的那条界线 就是说OK 我是告诉你正确的情报 那最后决定要怎么做 你还是得自己做 我通常不会去介入人家 说你这个人非嫁不可 这个人你千万不能嫁 我很少会做这么极端的 除非说对方的命盘 非常清楚 非常的明显 已经有一些非常不妙的特质 比如说会家暴 这个在八字里头 是看得非常清楚 会家暴 那会 这个狂嫖烂毒 会吸毒 这些全部都是看得到的 那我会很老实的说 他这个人会有这些问题 那这是不是你能够包容的 包容 我讲的是包容 我讲的不是修正 因为通常会有这么极端的这些 上瘾或者是恶习的人 他是不太容易变的 因为上瘾在命里面 命理里面也有一种组合 那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会对什么东西上瘾 对 所以我会讲 像这种就一定要讲 因为这已经直接影响到 这个女生后半生的幸福了 你走入婚姻之后 你万一一天到晚被打 断了两根肋骨 你到时候来找大叔 那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种事情 我就非得讲不可 那一般普通的男人 或普通的女生好了 我们男男女女 都是有优点有缺点 毕竟 金无足赤 瓜无滚圆 人无完人 没有人是圣人 你一定 只要是人 就是有缺点有优点 那我只是完整的呈现 告诉你 对方 你可能因为戴着 那个粉红色眼睛 看不到 那我就是 我的责任就是告诉你 这个人有什么优点 他有什么缺点 那要不要包容缺点 你就自己要 心里有一巴尺了 去 那如果是 刚刚讲的是 婚姻嘛 那像孩子呢 小朋友出生之后 他有还一个人设 当然 那可是 我们会讲说 孩子在成长历程 会有很多变数啊 那这个是怎么参考 其实我最近刚好看到一本书 我熊熊忘记那个书名 他就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做了长期 而且大量的这个跟踪跟实验 我回去 再想一下 他就讲到一些 就是说有些小孩子 其实在两三岁的时候 他已经懂事会讲话 他就会开始霸凌别的小朋友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做了一些比较 研究嘛 就发现说 跟这个小孩的这种行为 其实跟他的家庭 是平是父 跟父母有没有 文化水平较量 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找不到任何的 这个相关联性 然后他这个书就是 还蛮有可信度 因为他是根据他自己的 就是做了十几年的访谈啊 实验啊 数据啊 所以 这个其实跟命理就 somehow就是有一些呼应 你就知道说 原来其实真的是 但是有些人设是他一生下来 就这个样子的 那个在先天的部分 已经注定的部分 后天对于这一种 比较先天极端的命力 是使不上什么力的 我在这本书也有提到 就是说有几种命 是真的很难替他改命 就是过于顽固 极端的铁齿的那种啊 那有一种是过于凶残 那还有一种是过于愚昧 就这几种是 不要说命理师吧 我觉得大概神佛都很难 教化他们吧 可是那我好奇一句话 人家说天机不可泄露啊 那像你们这种工作 其实就某种程度是 把一些讯息传达给 不是耶 其实我常讲这句话 我说我算的从来 我从来不算天机的 我算的都是人事啊 哪有一条是天机 天机是告诉人 比如说下一届 哪一位要选上总统啊 什么时候股市要全球大崩盘 什么 这个才叫天机吧 因为牵涉到太多人了 我从来不算这种事情 我会算啊 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是比如说 假设我跟他相遇 本来就是比如说上辈子 假设啦 就是说我跟他一定会相遇 那假设我遇到了大叔了 大叔说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会不会就 我被影响了之后 我就做了一个不同的决定 其实通常以我的经验来讲 十之八九呢 还是会去 那个来找我的人 心里面根本已经有答案了 我一都不用拨就知道了 他已经做了决定了 只是他希望在我这里 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说得很好 你早就做了决定了 你只是来这里对答案 对答案说得好 真的啊 答案对不上怎么办 对不上 那我只能说 好之为之 因为以我一个命理师的角色 我已经尽了我的善心善责 我已经告诉你 所以是这样 那你要不要继续往前跳 就是up to you了 对不对 以一个命理师的养成 我跳动一下 因为我看你在 有访 这个很多的 应该说粉丝也好 个案也好 在你的面前 有很多的故事嘛 这个书里面有提到好多 一个命理师的养成 哪一种的这个养成难度会高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学派 对不对 你在算八字六刃的 还有就是有一些西方的塔罗 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 人类图现在 哪一种的 对于你这个养成来说 是比较 要花时间的吗 其实 以我的认知跟理解 都是 应该讲 有人说八字是 意学难经 其实我也不觉得 意学难经 难经营还是 难以经通 难经通 事实上我自己接触这么多年 我发现其实八字 反而是非常直接有力的工具 你像紫薇斗树 它会去展开那十二宫 然后看三方四正 看所有的新的这个路望妙线 那个反而我觉得对 有些初学者会觉得 这个很简单 让我看那个宫 有什么新 就是什么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粗暴 你如果就直接这样 给人家贴口之断 那你一定出事情的 因为会搞错 没有那么简单粗暴 那八字的好处是 它没有了那些十二宫 它把十二宫散在 就是那个八字里头 你反而比较容易 透过简单的排列组合 先抓到很多重点 那回答 回答从一流问题 我觉得其实养成这件事情 还是需要时间 时间 真的就是下功夫 不停的看古书 不停的去验证 很多的案例诀窍 那甚至于到后来 你就会自己发掘 很多诀窍 或者是法门 是古书从来没有提到过的 我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 就是说我前阵子 刚好很臭巧 那一阵子找我的几个案例 竟然都是这种 我也不知道 这也许叫共识性吧 就是说碰上就是说 这个女孩子来算她的男友 这样子 男友 我就看了 因为他们想结婚嘛 然后我就看 我说 你确定吗 因为我就直接讲了 因为你在性爱方面的需求 会比较强 那这个男生应该是性无能 哇塞 这都看得出来 然后他就跟我讲 老师 你知道吗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也得讲 因为我都看到了嘛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搭配 你们走入婚姻之后 你女生一定经常处在 欲求不满的状态 那你确定吗 就说我会特别去把它讲出来 那像这个 比如说性能力强弱这件事情 是八字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古书上 从来不会写这些东西 那你的平淡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有 没有reference啊 应该讲 我一开始有遇到几个案例是这样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 对方有这个问题 那我那时候就看 因为古书都从来没有提过嘛 那我想 这怎么样从八字里面 就看出来这个 然后就把几个案例 就是拼在一起 然后比对啊 参照啊 然后就发现 原来是这样 就懂了 就懂了 所以就悟出那个诀窍 后来发现 这一套规则 这个诀窍 套在只要雷同的八字上面 都是这样子 就知道 这是一个灵验的诀窍 是这样找出来 这个法门的 要是我是案主 我会在这里很困惑 那怎么办 我到底要不要解 所以这能解吗 这个就只能沟通吧 这只能找医生了吧 对啊 对啊 因为现代医学很发达嘛 就是说台湾刚好也很幸运啦 因为台湾的中医的民医很多 他们有些人真的是医术通神 对 那西医当然也是嘛 你可能比如说现在最明显 比如像女生治疗不孕症 这个治好的案例非常非常多啊 对 有些民医都已经热门排队到什么 一年两年之后 对 他们是真的有那个手段 就是帮你做很多手术 或者药物调理 你这个女生你本来是不可能怀孕的 她就能怀孕了 我说一个比较我自己认为肤浅的 就是说我如果是这个女生的话 会不会我来找命理师 或者来找大叔谈一谈 我反而更困惑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本可能我想问的是其他的事情 婚姻会不会幸福美满 是一根个性的 但是你现在既然也点出来 确实也有的事情 我又有多一层的考虑 变成是我又更加的困惑 我本来很喜欢这个男的 但又有其他的问题 确实你也点出来了 那我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今天找我是 最终的答案是 你要知道婚姻会不会幸福吗 那我常讲婚姻有四大要素 就是经济互助 感情互相扶持 那安全性爱 之后就生而育你 这通常是一般人的四大考量条件 可能有些人会有第五大 叫面子工程 那你既然提到婚姻幸福 这五大我就通通必须把 我知道的资讯都告诉你 而且如果他又是真的 那你有权知道这些讯息吗 我总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就跟你讲 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 这不太好吧 听起来大叔就是 他会把知道的讯息给他的粉丝 那粉丝要怎么决定 或是他可能更加困惑 那都是他的状态跟选择 意思就是说 我只是个检查的技师 那五根柱子可能都有裂缝 我只是告诉你这个information 至于你要拆掉 或者是要修补 或者是要 那个是你的决定 就跟你把车子送去修 保养一样嘛 那个保养厂的工程师 不会跟你 先生你那两轮胎已经有裂缝 那裂缝已经达到这个5mm了 你大概应该 这个轮胎只能再撑三个月 那你要不要这个时候先坏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这样的逻辑 那你要不要提早花3000块 换那一条轮胎 up to you 他不能强迫你啊 ok明白的意思 就是决定权还是在你 我只是提供我能知道的资讯给你 说的非常好 我没想过这样的举例 其实我以前 刚刚有讲 曾经很着迷命理 后来我又开始不着迷命理 因为我就觉得 我要靠我自己决定 但最近我又觉得说 其实是可以参考的 因为刚刚像大叔说的 人有一些基本的人设 如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自己的资源 或者是说我怎么样可以 更利用我自己的特质 来帮助我自己更快速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蛮好参考的方式 对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建立的一个信念 就是说命理师的天职 本来就是帮人家 这个解答疑惑嘛 甚至有时候必要的话要孝宅解恶 那让人家屈己避凶 这是我们应该尽的善则嘛 那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即便你听到的讯息是你不太喜欢的 比如说你这个因为口袋很紧 你就不想换一条轮胎 对不对 那轮胎快要爆啦 那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 我觉得我的整套 就是说替别人服务的信念 就是建立在这上面 你有权知道 你关于你自己的一切 那甚至于你跟你厉害相关的人 他的一切 我觉得只要我看到了 我都必须要跟你讲 但我这边有个好奇哦 就是像我们那个 有时候以前在讲心理智商 会有个个案要有一个界限嘛 那你会担心 比如说你的粉丝们会过于依赖 你在做决定这件事情吗 我会划下那条界限 怎么说 就是的确会有一些人是这样子 就要做什么决定都要找你 对 真的有这样的人 那甚至有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 你确定吗 这件事情其实根本你不用问我 你自己就知道是非对错了 你何必再问我 我会直接就很婉转的告诉他 这不用算了 这种事情 用常识就可以判断 不可以做 他会听吗 那我不帮你算嘛 除非你找别人对不对 你拒绝他 对我拒绝 玩具 玩具 就是这样 因为 你说他会听吗 这个其实大叔在书里面说 很多人就是有这个 我执念的 执念很深的 对 他会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又希望你来顺从他的想法 希望你来 同意他的想法 对 真的的确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 他是来对答案 他真的是来对答案 这个书我在看你 因为你谈的面向好多嘛 婚姻的 亲子的 职场的 爱情 对不对 就是感情的 基本上你都cover到 而且你给了好多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是跟心理学在讲的很雷同的这些案例 对 就是说你谈到爱 爱 你点到一个我特别有感的 就是很多人说爱孩子爱孩子 可是他们爱孩子 但是却很难去包容一个孩子的错误 所以你点出来就说你是真的爱孩子还是爱孩子的乖而已 这其实是我们在心理学常谈的 就是什么是爱 你以为的爱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吧 你有很多的这种案例跟这个心理学的这个 或者是说哲学的这种思考在里头 这是你平常设立而来的 对 我从很多的案例里面看见所谓爸妈对孩子爱 有时候根本是父母把自己的期许就加租在这个小孩的身上 他人生有一些未完成的愿望 他是想在这个孩子身上实现 对 是自己的投射 对 是自己的投射 所以他蛮多父母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可能家业是医生或是音乐家 他就让小孩去学钢琴 然后让小孩去重医 那完全没考虑到这些小孩是不是一个医生的料子 是不是一个音乐家 有音乐家的天赋 那如果没有 这不就注定是对那个孩子来讲是一场悲剧了吗 对 因为他在从事一个他根本不擅长的东西 他天生就是极不擅长 当然一般如果是这个小孩的天赋 刚好是比较平均分配的 他什么样都有一点 那你后期还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 去把他练起来 但是如果是那一种根本他天生是音痴 你还想让他成为钢琴家或音乐家 这不就是 你懂我意思吗 原木求鱼吗 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教一条鱼爬树就对了 没错 你也没办法教一条鸟去潜 一只鸟就潜到水里去 这都是违逆他的人设跟天性的东西 这个书里面有好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故事啦 而且我觉得大叔在写文章 尤其我也去看你在Facebook上面写的文章 有好多都有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头 其实有很多也隐含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概念 好比你提到说我们人这个因果论 很多人都觉得说因为过去我做了这件事情 我很糟糕 所以现在的我变成这么糟糕 但实际上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 有一个概念是我现在可以决定过去 这其实是阿德勒心理学也有提到 就是现在可以决定以前 你现在怎么看以前 你现在就会改变 也就是说其实你不用拘腻在过去 我认为很痛苦的框架里头 我只要转一个念 过去也就改变了 对没错 其实这还是回到那个概念 就是说万法为心造 因为你会怎么解读你的过去 完全也是取决于你现在在想什么 对 所以如果你 我常碰到的这个状况是 很多人他会一直沉溺在过去的失败 可能事业不成功 或者家庭失败 或者小孩教养等等问题 或者投资失利什么 他一直在那里懊悔纠结烦恼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不放下这一切 继续往前走 把你的日子过好 把你自己活好 对不对 你将来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这个限定在目前这种情绪 又有什么帮助呢 那最多就是 怎么讲 就找心理諮商师 给你安抚 给你劝解 但是 其实那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你还是得往前走 那 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是付出很多精神 你把就把认真 把你现在的现状 就认定他已经是沉默成本了 不要再去看了 你就好好经营自己 好好把自己活好 等到有一天你又得意了 这个成功了 那你再回头看过去的那一些 你就会觉得 啊 天降降大人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之劳其筋骨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你会把过去受到的那些苦难 折磨痛苦 就当成是成就我现在的养分 就好像 好像我也很喜欢一个比方就是那个法花经 妙法莲花经 佛经里面 莲花就是这样 莲花的养分 就是底下那些池子里的那些污泥 对 要是没有那些污泥 那莲花长不好的 我其实以前也会有那种宿命论 就是我以前都想说 啊 我们家就是这样啦 所以我应该也都是这样啦 那种就是会有那种 那种不自由的那种念头 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的 就会觉得命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 他就分享数蛮高的 那时候当时还没有出书的时候 就是讲那个培养好运体质的三部曲 第一部就是我们刚刚讲万法未新造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先清除这些不好的念头 因为刚说了嘛 就既然你的命运的根源 就是在你的念头 你的思想 所以你那一套不对的思维逻辑 对你不利的思维逻辑要先清掉 先把它清除掉 那第三部就是在心里头建一个watchdog 就是看门拱 就是说随时盯紧自己的念头 那其实就有点像刚刚宇宙人的例子嘛 我在讲说村上村树讲 如果你能够觉察自己的不正常 其实你已经醒过来一半了 对不对 就是说当你又发现 我怎么又让你满脑子的负面思想 谁不好 怨天尤人 然后巴拉巴拉 太多的负面情绪 你能够觉察到 你心里面中一个watchdog 一个看门狗 等到你 我通常是会建议粉丝们 就是说你去找一个提醒物 这个提醒物 可能是你平常喜欢水深佩戴的念珠也好 手环也好 什么都好 我不太喜欢称这些东西为开运物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reminder OK 真正能让你开运的东西 就是你的心境跟那个外界的这些什么 手环念珠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负责 起到一个提醒作用 那最多就是说 你把它跟你的心做一个连结 对 比如说下次你又开始心烦意乱的时候 拿起来看到手上的念珠 就啊 我怎么又在那里 满脑子胡思乱想 满脑子的负面念头了 那你就立刻停下来 它就是你的watchdog 那你就是经常做这样的功夫 就是说把那些不好的念头 从心里面清掉 那把这个好的念头不断的重进心里面 那你慢慢的你的命运就转过来 这个就达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建立好运体质的目的 嗯 嗯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在书里面写了 写了两行字 写什么 就是你在书里面有提到的事吗 对 让我把它引射到那里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工程就是内在的工程 对吧 让我自己能够像一个工画师一样 把自己的这个心境能够转变一下 所以你看待这个世界万物怎么运转的 大概就会比较更明朗更开阔一点 嗯没错 我刚刚我喜欢刚刚大叔那一句话就是开运 其实跟自己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啦 对啊那我觉得大叔说故事或者是说 他说在书里面分享这些 会让我觉得欸 他的心态很 我不会说很正向 就是我觉得他很真实啊 嗯 对啊他不会叫人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他会就是remind我们 然后让我们自己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是那个海客人物里面的oracle 对 对 我也很喜欢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台词 就是oracle跟那个Neil有一个对话 就那主角Neil 他就曾经问那个oracle那个台词很好玩 嗯 他说你都已经知道未来过去所有的事情了 那我还怎么做决定 是 那oracle就告诉他 你不是来这里做决定 你早就做好决定了 你只是想要到这里来问我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嗯嗯嗯嗯 这一段台词各位听众可以回去想一想 他到底是什么什么道理 嗯嗯 其实你早就做好决定了 你只是来知道为什么而已 嗯嗯 好今天谢谢那个大叔来 嗯 这本书把日子过好把自己活好是天下杂志出版社的 大家啊 这本书其实我看了很多很有共鸣的东西 就是里面有好多的啊 故事也好 哲理也好 或者是一些引述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是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 嗯嗯嗯 我也很推荐 因为我觉得里面看到很多 我自己的缩影 也看过一些朋友的缩影 我觉得 看了会有新的一个提醒吧 嗯 就是大叔说的remind 嗯嗯 推荐大家 好谢谢大叔来 谢谢大叔 从一开始说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咯 嗯 好就先这样咯 大家下次见 拜拜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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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gli